这一题是要显示系统时间 实际上这一题跟时间还有日期比较有关联性 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最后完成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最后的画面 它需要输出的就是当地时间 上下有两条线 输出有四个资料的格式 那这个格式里面包含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它的日期跟它的时间 那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我们会需要抓取那个电脑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当然有几个 第一个如何抓取电脑里面的现在的时间 应该是日期加时间 两个讯息日期加上时间 这第一个你可能需要做这件事 第二个的话呢 你需要做格式化 因为format嘛 把它format成底下的总共四种 其实都是同样的时间 可是会有四种不同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在使用Java来说啦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功能 你要知道说哪个类别 哪个类别可以直接抓取系统时间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会想到有一个那个类别叫data data这个class 它的用途呢 主要就是抓取现在 当然除了data之外 你不只是只有那个这个类别 其实里面还有system system底下有一个方法叫current miles 也可以抓取现在的那个日期 日期加时间 或者我之前在 你就会开发那个app的时候呢 抓时间的话 其实后来好像发现 它之后的类别 比较建议用那个另外一个类别 叫current的 就是它是去抓 也是抓现在日期加时间 到底哪一个好 其实我觉得啦 反正你可以把这个实作出来 其实哪个方法都好 那主要不是说标准的 你要去了解 在java里面 有哪一些类别 是跟日期与时间有关系的 那些我觉得你都有必要 去彻底了解一下 因为将来 就会有一些可能的状况 会需要用到 像我最近 做了一个那个 比如一个app好了 这个app里面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需要去抓取 目前 手机里面的那个 时间 几分 到几分钟 几分钟 那我 为什么 因为将来 server那边会产生一个图 它的图的编号 就刚好根据 那个时间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要 我要知道它那张图 应该抓哪一张图 那我势必要先抓到 手机现在的 那个时间里面的分 几分 那我才能抓到正确的图档 这个时候的话 我后来发现好像用对子有点问题 在你觉得里面 反而用Karen的那个部分就没问题 不过我想这个都是一些使用的方式 你可以随一些可能又遇到的状况去做一些改变 那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可能会需要两个类别 这两个类别 跟刚刚那一题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刚刚那个mass 这个地方的这个mass 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完全没有做import的动作 为什么不需要import 各位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如果是 隶属于Java里面这个套件 叫lag lag的这个套件 基本上就是已经 所谓叫隐含 隐含的意思是说 已经帮你预先载入了 所以呢 你不需要做import的动作 所以很多 奇怪老师 你不是用mass 这个类别 那为什么你不需要import 那等一下 可能会用到另外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date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宣告一个 date的这个类别 那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隶属于Java里面的另外的套件 叫util 里面的date 所以呢 如果说你没有import的话 假如说呢 你要使用日期的话 你会发现奇怪 它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讯息 但是它会提示给你啦 请你贿赂哦 一定要贿赂 可是date 它刚好同名的有两个 那特别注意 你也不要选错了 选错好像会有问题啊 它一个date是在seql 一个date是在那个 utile 那特别是在里面要贿赂错误啊 好像用 之前好像有同学是 贿赂到seql是产生错误 所以你要贿赂这一个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啊 主要就是 在Java的运作啦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寒事库 那我要使用这个寒事库里面的 这个utile啊 那你就必须用import 把它引用进来 这个时候呢 再利用那个new的方法 new的这个 这个叙述啊 把这个类别呢 实体化变成一个物件 也就是说呢 当它是一个物件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存取系统的时间 当它是类别的时候 就不能存取 这个观念我想要有啦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 Java使用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只是把这个类别 变成一个物件 才可以去使用它 并且用它做什么 存取你现在系统的时间 好继续喔 所以利用那个dates可以把它的时间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的话 底下我有个叙述了 我把这些format先删掉一下 把它输出 如果把这个是用 那个system.out print line 把它print出去 把这个时间给print出去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就会print出去了 就这一串 那可是这一串喔 基本上呢 不是我们要的 跟我们要的这个 最后的那个画面 格式不一样 有没有 这三个都不 这四个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还需要第二个东西 就是datesformat 把时间给做格式化 所以第二个的话 我会需要引用到第二个 就是叫datesformat 这个类别 那datesformat 它隶属不是utile 它是隶属于text 那我们可以做四个格式 这四个格式的话呢 分别 就是利用那个datesformat 这个类别 它里面呢 如果说你要去 做格式化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会有四种 包含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那个 完成的档案里面 最底下 越底下越长 所以是 假设是get instant 就是去实作的话呢 那一定是长的 这个就是 好像完整嘛 four 这分别就是什么 一个four 然后long 再来是middle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medial 再来是shows 所以呢 我们会有 必须要产生 那个四种格式 那分别利用这四个格式 再去做实作 把这个日期 给格式化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 最后要的结果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出来结果 我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 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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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三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